飞鲍 你好,小姐,可以拍一下样子吗? 你可 要耽误你的时间吗? 吃不耽误,要拍多久? 快10分钟左右,你这么看,肯定很散劲 我们就去商场里面 外面风挺大的有点的 可以吗 外面有那个光 里面有 可以 谢谢 那我们去 就下面吧 你们可以笑一下 就是笑 对对对 不用不用板着脸 有点酱有点酱 对看起来 笑起来好看 对 一 二 三 你好 小姐姐 对吧 我觉得你好有气质 我可以拍一下你吗 我拍照不好看 我不上相 我拍视频 就是我觉得 我们到商场里面 光讨的地方拍一下 可以吗 啊 可以吗 好尴尬呀 你叫我微信当时 我跟你说怎么办 行行行 可是我穿成这样子 好看呀 很显身材 但是要快点 我得去机场见人 哦好好好 十分钟 十分钟 对 十分钟 我来说 我会不会有点儿子 你君不愿意 我记得了 你是不是 有点儿子 你会不会有点儿子 你会不会有点儿子 我会不会有点儿子 你会不会有点儿子 我会不会有点儿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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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前几天在抖音上看了就是有小姐姐就是做这个活动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之前前几年的状态也是会陷入到这种标签化的一些语言啊或者是环境里面 我谈第一段恋爱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和我说说我一听很差然后也会有人说觉得我胖啊或者矮啊或者是我家里的人会和我说什么女孩子就要学会做家务或者是就是我记一句松客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跟我之前男朋友就是很早之前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因为他说他想吃面条嘛 然后我就做了两碗面然后我端给他当时在打火气他就说了一句不好吃就放在那里就再也没有碰过因为那天我真的不想做他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吃我做的不好吃吗然后我就在撒着撕 最后我现在想起来会觉得不像傻子一行小面店上过班然后去酒吧上过班然后去当过公司的文员然后去做过我的培训老师我被骂过我还被校园暴力过当时那个女生是我的闺蜜然后我们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会互相加自己就是她的男朋友或者是我就是怎么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搞着玩儿然后她就 她就说我跟她男朋友说了什么话还是一直在围在那个操场那个地方一开始骂我然后她就看到我家门口我就要打我我就揍我什么的